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选举倒数19天 民众走在路上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机车或是小货车 开始为候选人进行宣传拉票 不过在新北市第一选区 11元候选人郑宇恩 则是将坐骑换成电动机车 再挂上自己制作的宣传看板 后照镜则是插着竞选旗帜 小巧造型骑在路上相当细节 选举倒数19天 民众走在路上都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机车或者是小货车 开始为候选人进行宣传拉票 不过在新北市第一选区 市议员候选人郑宇恩 不仅是号召竞选团队 用摩托车队在大街小巷穿梭 为自己的政见进行宣传之外 这一次郑宇恩更将坐骑换成了电动机车 再挂上自己制作的宣传看板 后照镜插着竞选旗帜 小巧造型骑在路上相当细精 所以我们今天利用电动车的 这样子的概念去街巷里面 来一起跟民众来拜票 当然因为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希望一起来 响应环保 所以骑电动车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其实有很多很多机车族 骑士的权益也需要受到重视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象征 希望说我们骑机车来拜票 代表着我们会重视机车族的这个权益 郑宇恩说其实电动机车可是有代表的含义 不仅是为了要响应环保减碳 避免排放废弃之外 更要为机车族的权益来把关 也希望骑电动车能够代表 郑宇恩相当重视机车族 能够争取更多机车的相关权益 像我们在造型上面 因为骑机车需要戴安全帽 所以我们就把安全帽布置成 三号OK的样子 那希望就算即时戴安全帽 大家也认得出来 那最后就是希望这几天 在这个街巷里面 有看到宇恩的都可以跟宇恩挥挥手 然后让大家看到 我们很努力的在拜票 希望大家继续把票投给宇恩 郑宇恩表示 其实这一顶安全帽 也是相当有巧思 不只是DIY 而且还是三号手势的形状 而且车队总共有四部电动车 穿梭在大街小巷 不只是机动性非常方便 而且也很容易与民众近距离的接触与互动 也希望骑电动车 可以让选民了解候选人想表达的证件 透过特色传达 争取更多支持 记者许多艺 带学生报报道 请来支援